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记火中取栗 投资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 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李华星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大家好 现在是3月8号11点56分 就快收市了 就是星期一 整个大市来说跌了415点 不是太理想 因为今早就开高过的 接着很快就转跌了 主要是因为美股在场外交易亚洲时段 NASDAQ跌得很厉害 跌得多些 看看现在又如何 现在来说NASDAQ跌了122点 整体来说就不是太理想 现在都是在整天早上来说是比较低的位置 相反地 杜瓊斯就升了16点 我认为都是不太稳定 虽然昨晚见到美股就升得不错的 昨晚美股在星期五晚 美股升得不错的 升了572点 去到31496 杜瓊斯 NASDAQ也升了196点 去到12920 S&P又升了73点 整体来说 今天就因为场外亚洲时段 NASDAQ科技指数 反映科技指数跌得多 令港股也跌 那北水又怎样呢? 见到今天北水来说 都不是太理想 之前北水今早开盘的时间 流入了20多亿 后来一直流出 前半个小时流出了1亿 现在还要流出10亿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那礼拜五 北水来说 见到那些股份 都是流入的 主要是腾讯 流入了20亿 在上交所7亿 深交所13亿 中移动也流入了1.6亿 再加1.6亿就是深交所 上交所7亿 流入了总共8亿多 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 就见到 譬如中资银行股 譬如建行 上个礼拜五 就流入了2.6亿 美团是流出的 美团流出了4亿多 两个交易所加上 港交所都流出了5亿多 中海油就流入了1亿多 整体来说 从这个手势来说 很反复 油价因为地缘政治 在中东那边 就因为无人机的襲击 虽然没有襲击到措施 但是对油有一个支持作用 今天来说 油价也升得比较多些 整体来说 从恒指的板块来说 升得最多就是中石油 中石油就升了5.5% 中石化就升了3.2% 整体来说 中石油和中石化都做得好些 中海油就升了1.3% 830升了1.3% 都是不错 衍生工具市场又如何呢 衍生工具市场 都是看好些 上个礼拜五 就见到恒指好仓 牛证和认购证 就流入了3,700万 恒指淡仓 红证加上认沽证 就是流出了6,200万 反映投资者就看好些 但是都是上上落落 因为都没有很大的变化 看好 然后翌日又下跌 看跌 然后翌日又好 很反复 恒指的牛证街货重货居 就是27,800到27,899 熊证街货重货居的收回价 现在在30,000到30,099 都是没有什么变化 差不多 另一件事要提提 腾讯虽然今天跌了 但是过去北水来说 都一直支持着腾讯 今天的腾讯 现在跌了$24 去到$654.5 我都说过 $650以下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腾讯这些位置都是不错的位置 还有有些消息说 腾讯有投资的支付计划 准备在美国上IPO 那里集资10亿美金 虽然它的尺寸不是很大 这方面都会对它整体的内含价值有帮助 如果腾讯喜欢的朋友 就不需要急 看它的价位整体来说 再回回一点 现在来说 就是穿了50天线 50天线在$667 它的100天线在$625 估计$650以下 近$625这些位置是少住的 作为中线部署都不错的 可以留意一下 但美团要小心一点 因为美团一直在北水流出 近期来说 我看它去到现在 就少少穿了$322 100天平均线 我看它之前的平台在$300 可能要到$300才能站住 所以如果又喜欢美团的朋友 就不要急着 可以先等一等 美团有货也是那一句 走回部分货 而另外来说 想今天讲一下内银 内银其实最近期都做得不错 之前我推荐给大家的中国银行 当时两个7元钱左右 现在两个8.8元 继续看好 因为始终来说它的息口比较吸引 现在都有7.5的股息率 未来来说 都是以3.5元钱为目标区 中国银行 有货的话 不妨可以持有点久一点 因为现在市场比较震荡 暂时来说 没有什么高低低的股价值过高 炒高的股份 可能还要等一等 有很多朋友 也很关心968 信义光能 或者比亚迪 信义光能已经去到一个 比较合理一点的水平 之前炒得过高 但大家不要忘记 好像我上一段片都讲 去年的4.5.6月 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大家可以赚到钱 但达入到7.8.9月 其实在回吐月份来说 那些高的股值股份 或者high beta股份 其实跌的幅度都多 去到合理值的区间 不是表示它就会定在那里 不过你说高位接货怎么办 唯一唯有就守守 等一等 等过了这一波 信义光能 现在信义光能 已经去到12个半附近的平台 这是早前的较低位置 相信这些位置 初步会守得住 沟货就不建议 再看一看它有机会守住 回回上来一点 才考虑会不会沽 有两个股份 大家都很经常问的 就是港交所 港交所之前 去到500元楼上 实在太高 但从估值上来说 去到450元那些位置 就去到一个较合理的区间 因为它毕竟每天的成交大了很多 大了过倍的数字 所以去到450元左右的位置 它的100天平均线是435元的 即是435元和450元这些位置 才考虑作为中线少少部署买入 当然这些股份是中线的 不是短炒 作为换马对象都是合适的 包括腾讯也是 比亚迪又怎样呢 比亚迪现在182.3元 就去到之前较低平台 其实它当时去年的较低平台 近11、12月来说是175元 大家不要急 都是去到175元附近才考虑 如果没有货的想买它 少住 有货就不需要高追寻 那就等一等 因为毕竟跌下来可能需要时间 另外内银里面想提多一只 就是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它刚刚的业绩 都是做得很好的 去年的全年业绩来说 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上升 非利息收入在去年的成绩表来说 就是升了9% 很厉害的 整体收入升了7.7% 营业收入升了7.7% 而它本身来说 不良贷款的覆盖率 就是增加了一些 但不良贷款率 都是1.07% 接到去年底 贷款撥备来说 就减少了0.8% 0.3% 是不错的 还有人民银行今年1月份 公布了人民币贷款增加了3.5万 500万亿的人民币 创了历史新高 同比来说是2,200多亿 所以这方面来说 对于整个内银来说 会进一步提振 而招商银行来说 就是它的净利息收入 在第四季 仍然处于一个非常强的增长 升了7% 正利息收入 而顺利在第四季 就升了33% 整体来说都是不错 估计来说 它的呆坏仗 在今年年底 会进一步再降低 所以现水平 59.4.5 有机会回到65元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避险 换马的对象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请大家多点介绍给朋友圈 订阅和按钟钟 有賴你的支持 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 其实跟能力和运气无关 简简单单的指数投资 已经足以带你跟上世界经济的成长部分 我们也建议 你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李华星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于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